从怀里摸出一把匕首吊在嘴中 随即整个身子沉入水中 往大船的方向游去 你离家出走的时候 想过你媳妇和孩子吗 你借着自己那点功夫了不起 你放火烧了宅子杀了人 你坐牢去了 谁来照顾他们娘子 任容长垂下头去 小时候师父告诉他 自己不是人家亲生的 心头难受极了 但至少他会偶尔想起自己的生物 会想着生物 也会像娘一样对他好吗 如今看到了 却是如此的不堪 任容长无法接受 更是心头厌恶 老三 你知道错了吗 也不见老三悔改的 直到任婆子从墙头拿了锄头棒时 宋九忍不住伸手护住傻夫君 这要是一棒子打下去 人就彻底傻了 娘 有话好好说 这怎么好好说 今儿个我不打死他 把媳妇孩子都给弃走了 他有什么出息 娘 我不走了 我们好好说 任婆子心头一喜 立即放下锄头棒 真不走了 不走了 娘 我爹咋没来 今天这事就得爹来说 你爹不在家 这事我还管不了了吗 我养大的儿子不听我的话了 娘 我以后不会了 你听不听我的话 我也管不了你了 你现在长大了 但是下一次 还把你媳妇给弃走了 我就真不会帮你把媳妇找回来了 三弟媳 多好一个女人 你真把媳妇弃走了 将来可就娶不上媳妇了 谁能忍得了你这脾气啊 还给你生俩孩子 人容常感觉母亲和大哥都说得对 可不能让媳妇给跑了 总算这事平息下来 三弟媳这一招真是制服了三弟啊 以后还是不敢这么冲动了 好在这次人没事 任婆子会看向三儿子 心头有些话想要说说 可是不知从何开口 当初也不是刻意隐瞒的 但他的确也有私心 不想老三认出他亲娘 娘 我虽然不是娘亲生的 但是我还是您亲儿子 我谁也不认 任容常这话 瞬间将任婆子的眼泪给说了出来 眼眶都红了 亏得他担心了这么久 原来孩子们儿清 早就将他当亲娘了 有事好商量 老三以后都听你媳妇的话 别把你媳妇给气走了 以后都听媳妇的话 老三这一次杀了人放了火 这个妹妹怕是失望透顶 会不会来对付老三 可得提防着 老三的师父收到消息再赶来安城 怕也得两三个月了吧 这天夜里 从江陵回来的河道上 一艘小船被大商船给撞翻了 他们是故意撞咱们的船 定是知道咱们船上都是两种 这艘大商船从江陵出发 就跟上了他们的小船 现在趁着雨夜更是肆无忌惮地撞了他们的船 这会儿准备调转方向扬长而去 任广江长这么大 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盯着前方的船心头一狠 从怀里摸出一把匕首吊在嘴中 随即整个身子沉入水中 往大船的方向游去 前大郎本想叫住他 旁边的赵管事敢忙制止 趁着大家都没有注意上 且让任广江去偷袭 撞了他们的船就跑 哪有这样的好事 在水手们的哀嚎声中 大船上的人一脸满意地看了一眼 这就回了船舱 要转船头 准备加速离开 没想到在这时 就见船上高高挂着 写有臣子的旗子 突然掉落河中 绳子断了 船管事终于发现这是人为 立即叫打手跳河中 寻出闹事的人 大商船停下了 这边小船落手的水手们 看到了希望 大家伙的 赶紧上大船逃命去 一句话给了众人一个方向 小船已经翻了 没办法行驶 眼下只有夺下大船 他们才有一条活路